新劇男排女將,下週一啟播 今天一眾演員齊齊出席記者會 七位MIRROR成員 加上固定軒組成的力圖隊 更被安排和專業球隊打了場友誼賽 而身為教練的鄧麗欣 對他們的表現又有甚麼意見 我覺得是合格的 是 真的,因為他們這麼久沒有練球 所以算是這樣的 起碼不是吃蛋 有幾球都是好球 下星期一也是 對 對Stephy會有甚麼精彩演出 我自己也很緊張 為甚麼 不知道 我很久沒試過上一部電影這麼緊張 可能太久沒有電視劇 電視劇的感覺是大家同步一起看的 跟電影不一樣 而MIRROR的七位成員 這次有份演出 更提到其中一場戲非常難忘 第一場我們拋高家瑜 本身劇中的需要我們只是拋高一點 但我們玩得太大了 真的拋高了,Stephy很害怕 但我們… 其實只有肥仔很興奮 原來明天就是Jer的28歲生日 今天大家還送上生日蛋糕 替他預祝 我生日預望 當然希望這部電影 可以播出的時候 大家都很喜歡 MIRROR一起拍劇真的很開心 而陳語心就大爆這群年輕人 私下有個比拼 誰可以第一名取得Stephy的私人電話 誰呢?最後這個比賽是誰勝出 這個是肥仔勝出的 Fatboy 不過Stephy好像給了他一個假電話 我助手電話給你 打不通… 另外,顧定軒參加了 《全民造星3》入了50強 他今天見到幾位MIRROR成員 都說非常感觸 因為這段時間自己去了《全民造星3》 所以… 亦是因為那時候拍劇 遇到MIRROR他們 然後被他們鼓勵自己 用嘗試的一步 很感觸 即是覺得現在他們就是我的師兄